一早8点48分 苏仁昌和太太女儿苏小慧一行人 从容下车踏进正院 交接典礼前 带着辛格魁 陈建仁和夫人 参观院长办公室 只见苏仁昌笑开怀 陈建仁则一贯腼腆笑容 私人有说有笑 交接异性卸下职务 苏仁昌对辛格魁信心喊话 这个队伍绝对会再创一番好成绩 那天总统介绍辛格魁 陈建仁院长拉着我 不让我走 拼命地拜托 说两件眼前的事情 你一定要帮我姐姐拖一把 我看他急成那个样子 从容优雅的大人哥 你的苦日子要开始咯 言谈中透露交棒的轻松心情 苏仁昌更主动透露 总统蔡英文和他的一段谈话 在官邸 总统坚持要送我上车 他说 嘿 苏仁昌你以后不能不理我 我打电话要接我 我停下脚步 回过头来 哈哈大笑 山高路远 天远地方 我 不过是一介草民 讲到这里看他已经开始皱起眉头了 土江府之远 我还是会忧起君 这个君而是国家 不止忧国还说自己没有要退休 从礼堂走下员工夹道欢送 苏仁昌一一握手道谢 最后坐上自家的车离去 民选总统以来任期最长隔魁 卸下重担后 苏仁昌继续写自己的人生剧本 有关于苏贞昌苏院长的下一步 先请这个温大哥来帮我们稍微评论一下 因为刚才听到这个 就是我们的新闻报道里面 苏院长有一句话 他最后说 国家需要我的话 算我一分 那这一句话当然给人很多的联想 这是不是也意在2024呢 那另外就像是这个名嘴温朗东 他这几天 自己在推特上面做了一份民调 其实有蛮多的民众 超过五成的民众 支持苏贞昌院长参加总统初选 好当然呢 这个推特的民调一做出来 这个很多人 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在开始讨论了 所以苏院长未来的动向 也是动见观瞻 温大哥怎么样看呢 苏院长啊 讲这话 大概是中华民国 不要说是行线以来最久的啦 可能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担任隔魁 行政院长这个最高行政所长 最久的一个 加起来五年大概将近六个月 所以单单这个记录啊 其实啊 人生不必相送了 已经到了高峰了 除非你还要想在更上一层楼 竣选总统 所以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想民进党大败之后啊 不要说是党 党主席要辞 依照惯例 行政所长 因为包括2018年那一役啊 赖青的忙就辞了嘛 所以才交给你苏贞昌啊 你才会有后面这四年多的任期啊 那是苏贞昌以后啊 万一小英找不到啊 就到新生北路啊 他有时候会溜狗出来 经过王世坚的服务处 就从这边出门的 所以不一定要到山林去找 就新生北路就找得到人 那对于民进党的这个 内部的事情 各位要了解 中共对苏贞昌 其实锁定蛮久的 这是过去的 当他在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魅书计划 这面书计划 当然会不会是因为 在选新北市长那一次就启动 认为说这个人可能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对苏贞昌来讲 他不管是台北市长选书 新北市长选书 总是有贵人相助啦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着说 这个人他的运啊 讲实在话 一个人从沈亿员 第一次当选的这个算 屏东县县长 没有连任成功 结果呢 北上接了民进党的秘书长 攻逢其胜 本来那次台北县 是要由卢修一来竞选 结果卢修一生病 那由卢修可能八年执政并不是很好 但是卢修一他上台 帮苏贞昌助选的时候 当场跪下去 那一跪啊 整个民进党身世大胜 就把这个台北县 又继续让他坐满八年 而且也垫下了 可以说执政县市过半 让公元两千年 这个民进党可以执政 所以苏贞昌你是一个福神 你对于后辈 虽然可能横铁不成钢 或者对陈建成说 你疼苦的日子来 但你忘了 这个上帝常常讲过 当一扇窗关掉的时候 绝对会有另外一扇窗在打开 陈建成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所以我相信 他绝对有上帝的庇佑 刚才温大哥有特别讲到 苏贞昌院长真的是我们台湾 这个民选总统以来 任期最长的隔魁 这个记录应该很难有人 再把它打破了 不过冠亭我们看到 最近确实有一些 比较稍微比较偏蓝的媒体 他们解读苏贞昌 往非常负面的方向去想 包括这个标题这样下 败选政府组新阁 说苏贞昌含怨下台 他们是怎么解读的呢 因为苏贞昌交接的时候 他其实送了很多这个阁员 送他们茶壶 送茶壶 那苏贞昌是写说 人生就像茶壶一样 不好做容易破 而且茶炮都要分给人家 分得不好还被见怪 最后自己只剩下满肚子渣 那善意的解读人家会说 这就是说送茶壶 要你耐高温抗高压 不过这个蓝颖的媒体解读是说 字里行间透露着离开行政院的不甘跟无奈 说苏院长含怨下台 我还是要帮苏贞昌院长讲几句话 其实现在很多媒体 甚至说有一些评论员 大家都在讲说 苏院长眷恋权威到最后一刻 终于被赶下台 这大错特错 还是要回到源头 在11月26号当天 败选的当天 其实很多人都忘了 苏贞昌院长第一时间 就跟蔡英文总统口头的请辞 那请辞了之后 是蔡英文总统未留 而且这个未留是因为 当时整个立法院还没有修会 那为了避免整个我们的预算 以及整个宪政的空转 所以希望说他可以支持到最后一刻 那后来果真 就是在整个立法院修会之后 那苏贞昌院长 后来阶段性任务的完成 然后离开 我先讲 就这一次的内阁改组 有一些人说 怎么改组的幅度 没有到想象中这么大 大概是改组四分之一的 一级的首长 阁员 我跟大家讲 我的判断是 就是四个字可以解读 这一次的内阁改组 简单来说 叫做稳中求变 为什么要稳中求变 不要忘了 在11月26号选举前 苏贞昌院长 他所带领的内阁的团队的民调 还是都维持在非常高的高档 多高 有一些民调做出来接近五成 有一些低点民调做出来是四成多 四成多到五成的民调 是什么概念的民调 是 冲华民国1996年总统执选以来 内阁官员们行政首长的民调最高档持续的最长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这选前实际上这个内阁团队 人民的观感跟人民认为的满意度上面没有大问题 可是后来什么时候出现问题 败选之后 在一个月之内 民调大幅的往下滑落 那为什么 反而选前没有滑落 选后滑落 哇 这代表 选输了 人民认为说应该要依照宪政惯例 这一个政府应该要表达出态度 所以内阁需要总辞 总辞之后院长得换人 里面的部分的内阁成员要做微调 所以这个是事实面 如果说在选前 整个内阁团队并没有被人民这么的讨厌 而且很多人相对是欣赏的 当然不需要大规模的调整 这是第一个我要讲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做文章 连苏院长其实是好意 我们也知道苏院长的女儿非常优秀 也跟冠廷同一个选区立法委员苏巧会 我们英哥就是惨陶瓷 送茶壶是有寓意的 茶壶代表什么意思 除了孟琴刚才讲的耐高温以外 他确实就是公职人员服务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 我认为真理在里面 你看哦 我们可以把它解读说什么 讲的好像是透露离开了不甘个无奈 这不对 真实情是 你看耐住高温之后 泡出来的茶分给大家喝 然后最后呢 留着茶叶自己要吸收 这就是公职嘛 你有委屈 你要自己吞在你的肚子里面 可是好的 服务人群的力量 要勇于服务大家 所以我觉得苏院长 这个是很用心很贴心 因为这一些阁园们 大家奋战了这么多年 有一些阁园会继续留任 有一些阁园在不同的岗位还会有他的角色 我觉得这是正面的 当然有人要负面解读 这只能尊重 言论自由 但跟我看的完全是十万八千里 最后我要讲了 就是有人说苏院长是不是真的要退休了 我认为就尊重苏院长个人 就是每个人他可以有不同的质押的一个想法 那苏院长过去四年多 很成功带领整个行政团队表现 国人给他肯定 我也给他肯定 那未来要做什么事情 大家不用替他担心这么多 他最近就讲说 至少巧慧委员早上要去假动的时候 那个不用找不到司机 苏院长说要当他的司机 在巧慧委员上班 很温馨的事情 大家不用搞了这么剑拔弩张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多精彩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